在這個一個空間的環境裏面 人類藝術,建築藝術,繪畫藝術 三者之間會形成一種三角的關係 它是互通的,流動性的 看到這個,看到那個,有一種驚喜 《天靜沙》這個作品也是針對蘇哲博物館的一進門 能看到那個賈賈石 用繪畫的方法來呈現它 但是我改變它 我把山的根畫出來 水面是一個平面 水上的世界是一個血液的世界 水下的世界可能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山的根充滿著矛盾衝突的世界 然後我又做了一件作品 是真實的一個裝置 大的真實的山 我的繪畫 裝置 這個三角之間它在流動 觀眾一步幻影的時候 它會看到這三個之間的一種 大、小、虛、石、彩色、黑白 會激活它的想法 水浪石實際上是一個海底的石頭 延伸到水面的時候變成一個浪 就是石頭變成了水 石頭變成水的概念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時間的概念 它是滄海商田 變成一種奇幻的東西 馬是我的繪畫裏面蠻重要的一個母騎 一般都認為馬會在自然當中草原上 但是我的馬是在房間裡面遊蕩 它有象征 有隱喻 它象征的時間 百居過熄 會賦予它一個青花的圖案 它是一個文化記憶 有可能它是有跟琴色有關係的 所以夜中咒 對我來說也是跟潛意識方面的 比如說色情 性的象征 跟一種被規制的、被束縛的情緒與關系 《解讀史》那個作品裡面 它是分成若干段 中間的這些連脈 我把它變成一個木雕 可觸感的一個物體 也心理上會有變化 也會產生節奏感 維曼當中這個馬一直在狂奔 它有本身自然的馬變成一個枯朽的東西 它的時空在轉變 它的形態也在轉變 是一個循環 貝里明先生的建築 它都是三角形的東西組成的 四十五度角形成這種曲線的流動性 對我來說 我也是用這個方法去建構我的作品 這個展覽這個空間裡面有一個大窗戶 我在做的時候 我專門為這個空間來正好要畫這件作品 一個馬在走鋼絲 我們都是一些走鋼絲的人 這個馬有這樣的一個象徵 鋼絲的那個角度 正好跟這個建築本身也形成一個對應的關係 從建築的線條到畫面的線條 自然變成天衣無縫的一個銜接 加上天上的 我就看天上白雲在走過去 竹林在飄動 舞夢千山 窗陰一見 太棒了 這句話 是